中文化會以外 我們最期待的活動就是我們巴西的 我們Saint Jones的活動 這個活動真的很棒 我跟你講就是一年一個禮拜 然後都有很棒的音樂 飲料就是傳統美食 然後就是舞蹈 每一天會忘得很開心 可是呢這個活動有一個非常非常 負面的一個數字 只要那個禮拜 這個巴西的那個火災的數字 會增加30% 就是很可怕 什麼的耶 你們猜為什麼 為什麼 我們那邊好多煙火 可是也不是煙火 那是什麼 那時候好多巴西人都會 到處是防天燈的 防天燈 這個真的很危險 那會寫願望嗎 沒有沒有沒有 那個是我們的一個很傳統的一個 習慣就是用溝通的方式 就是很久已經那個鄉下 他們防天燈去告訴別人 是我們的火燈要開始 所以這個係數就一直維持到現在 可是現在巴西是違法的 不能防天燈 所以我記得我以前住在巴西的時候 其實我家裡隔壁的公園 就是大家在那邊玩嘛 我看到一群小 不是小朋友 是年輕人 就是他們就帶了一個很大的天燈 像台灣的那個 大概這麼大的 然後他們準備要放了 可是其實那個是很危險的 因為你知道嗎 我們的城市有好多那個電線啊 什麼的 一掛就跟它會出問題的 他們還是補電話的 他們就真的要電那個火 然後就開始慢慢地飄 對 飄飄飄 飄得很順利你知道嗎 就是飄得往 突然就開始飄走了 那個風來了 知道嗎 從我們的那個角度真的很可怕 因為那個電燈就開始 飛飛飛飛飛 飄到一個大樓去了 然後那個大樓其實離我們沒有得很遠 就跟得很清楚 那個電燈就直接 一個家的陽台 什麼 完蛋了完蛋了 真的很可怕 等一下我朋友就馬上開車過去 然後邊打電話跟那個 那個 消防隊 消防隊 我們到了那邊 其實好多人都已經在一樓 因為他就很緊張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在看到我朋友 我說這個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說是我家 炸了我朋友的家 他說他在客廳看電視 然後突然那個天燈就是進去 在一樣台 就把他那個窗簾炸開了 天燈也想看電視 把窗簾燒掉了 看什麼電視啊 不可能吧 好過分喔 所以這個很可怕的 結果衣術要跟我們分享的是 小良哥的節日 萬聖節 對 日本最美好的節日 就是萬聖節 為什麼啊 日本人超愛萬聖節 而且他們打扮都超級特別 好認真喔 對 比方說它是什麼 Starbucks的那個 那一杯東西 女神 對 然後或者是什麼 它是什麼 它自己會寫是 電車裡面等電車的人 對 他就抓著一個 好笑的 他就抓著一個那個環 對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 對 然後有些還會寫說 從哪裡來的導遊 對 他們的裝扮都超有趣 超有趣 而且還有比賽 對 很厲害 比說超級無厘頭的裝扮 到底誰是第一 對 我還有一個朋友在日本 他就打扮了那種 那個什麼 叫什麼 就是賣飲料 翻賣機 翻賣機 對 然後就是自己印出來 就是一些 比如說電動啊 那些裡面的 然後都是有可以按的 它整個那個 好厲害 超厲害 日本人很認真 萬聖節日本的真的很棒 謝謝醫術 謝謝 你講嗎 你講嗎 不是講很多 不是講很多 還沒有 還沒有 你說 我在說那個 在日本 那個原本 原本是日本人是很害羞吧 對 可是 那一天 只有那一天 可以開翻 所以大家很喜歡這個一天 然後 我之前在東京色格下班的時候 那一天 超多人 真的很多人這樣 滿滿的 而且虛布 本來就已經很多人了 大家都有波爽 而且那個 大家都有喝酒 然後 超醉的 這邊太多人 然後 很多 還有 還有 痴汗 還有被破壞 很多東西 所以 這邊是 其實很可怕 像我的女生通事 都不敢一個人回家 所以 男生通事們 大家一直陪他們回家 這是一定要的 真的 對 我有一年在日本 萬聖節扮貓女 然後呢 我後面 怎麼沒有提供照片呢你 蛤 很想看 下次可以提供 因為我的那個後面 就有一個尾巴 你知道我今天在地鐵 這個阿倫 超多男生一直抓我的尾巴 他一直抓我的尾巴 因為 只要抓別人會被告完 這是 所以你就抓他尾巴 他抓我的尾巴 他抓我的尾巴 他在說 他尾巴在哪裡 他尾巴在哪裡 你剛剛趁這個空隙 你講了什麼 你再講一遍給他聽 我就說 你就抓他尾巴 可以嗎 可以啊 因為他們全部打案成跳跳虎嘛 全部都跳跳虎 對 對 合理合理 轉得很好 合理 合理 這集我爸應該不會看喔 都管他啦 萬聖節嘛 對 我很有同感 我也去過那個澀谷的 就是日本澀谷的那個 萬聖節人超多的 超多的 然後我很 就是很有那個同感 因為我等屁股也是一直被摸的 就是 我去那個 你屁股 這個 對啊 你打扮成超人 這幹嘛啊 就變裝啊 不是 他是超人旁邊的 那一位是誰啊 這是什麼 他不懂耶 就 打扮成辣妹 這個是從台灣 完全不辣 辣妹是什麼 人家要嗎 就是貓女嘛 或者是那個什麼 驚奇隊長 對 神力女超人 那是什麼東西 就古希拉神雕班的 新男代條 配的裸邊神男 夠了 我那邊不是明星 它是有一堆人 一直跟我合著 Halloween Halloween Halloween嗎 都是毒品 那是Halloween 好久 毒品耶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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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 所以你們Halloween 慶祝三天對不對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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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但是這個是怎麼說呢 只有東京 而且是只有一個地區 澀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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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超級無敵 誇張 其實 其實我們那個 Halloween是 這個 五六年吧 這是滿滿流行的 但是 像我們九州鄉下 不太會慶祝這個時候 這個Halloween 但是 在東京喔 超級無敵 跟那個101 跨年時候 看那個 炎火 有沒有 跨年炎火 一模一樣 超多人 然後每一個人都是Cosplay 然後呢 就是譬如說 他的前後一天 沒有 前兩天 就是那個澀谷那邊的白貨公司 或是有些店 如果你要Cosplay進去的話 就是那個 店員幫你的折 喔 這不錯 有些店啦 就是看你的Cosplay很厲害 就是六折 所以你通常這樣進去 都是三折嗎 對 差不多三折而已 對 不是啦 我哪有Cosplay啊 你進去 他是連面具都可以嗎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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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可以啊 沒有 我覺得這個很尷尬 對 你講得很好 就是有時候啊 因為那個電影 很客氣嘛 日本人嘛 所以就是說 不怎麼樣 哇 那就是穿得很好 這真的很像 就是很專業的Cosplay 啊 給你六折 一樣 對 就是有面具 就是有 這是一個噱頭嘛 客人來上門買東西 還有把他趕走的到底嘛 對啊 但你剛剛講一直說 戴面具是很沒誠意是不是 不是 你戴面具進去 是有更好的打折 是因為 你戴上的面具說 錢給我 哈哈 不用錢啦 吃免錢的 你為什麼還不用 慶祝三天的板子打他呢 看看你知道 我本來要打他喔 結果今天的椅子是新的 沒有可能 沒辦法用 沒辦法動 OKOK 那那個我們意大利沒有Halloween 也沒有Heroine 對 可是 可是 可是呢 哇 黑手掌很多 可是我們有一個很屌的 義式版的Halloween 叫做 烏婆節 然後也叫做 也叫做 憲林節 喔 呃 它是在1月8號 而且剛好這個 烏婆節到的時候 代表我們所有的寒假結束了 我們要回去學校 那這個很屌的地方在哪 呃 像有很多像校正姐 長得這麼的美 這麼的 這麼的 這個 烏婆哥說得漂亮的女孩 怎麼還沒過萬聖節 你會這樣 怎樣 會到我們的城市裡面的大的廣場 然後呢 他們會打扮成很醜 很可怕 很恐怖的舞婆 喔 就是我這樣 然後打扮成 半醜 哈哈哈哈 沒有 變成 差不多 差不多這個意思 差不多 然後呢 我們就會讓小孩子 吃炭 蛤 是真的炭嗎 這個是我們 這個要切割 這是他講的喔 對 我負責人 這是我們的 這是我們的傳統 我跟你們看這個 這個是炭對不對 做得像炭的糖 沒有 原本來說 像我爸爸媽媽小的時候 這個真的是炭 蛤 而且這個巫婆 呃 到那個小朋友的面前我說 你今年乖不乖 不乖 我給你吃炭 然後他很害怕嘛對不對 可是呢 因為你剛剛說得沒錯 現在這個炭 它就是糖果 所以大部分的小朋友 他們會說我不乖 我不乖 因為他們就是 想吃糖果 因為這個糖果 或者是麵包嘛 放了半年的麵包 那是炭 那所以我想請問一下 以前就是你們爸媽年代 真的吃炭的時候 到底有發生什麼事嗎 沒有發生什麼事 就是家長會 搶破他們吃一小塊 代表他們那一年就不乖 而且你知道嗎 通常來說 他們會放在一個瓦子裡面 我們用那個什麼壁爐嘛 對不對 像美國他們都是聖誕節的時候 對 用這一招 他們是學我們 因為傳統來說 聖誕老公公他太胖了 他無法從那個壁爐下來 可是那個巫婆 因為他是騎著那個扫子 對 所以他到處都可以飛到 所以基本上他會飛進來 我們的家裡 然後把這個炭放在瓦子裡 那很棒啊 對 沒關係 到他當偉家的那邊就可以了 其實 你多接這段幹嘛 很苦 我們那個炭很多耶 我們美國也很多的巫婆們 但是我們是過那個萬聖誕 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我們會到一些社區 因為有一個房子 一個房子 一個房子這樣 然後如果他們開燈 在那個陽台上 那就代表他們是有搜 那個你可以去那邊敲門 然後就trick or treat 然後通常你小時候 通常就是treat treat就是糖果啊 什麼的 但是你長大之後 你還會覺得說 我還想要穿這個衣服 但是我又不想長一個 很幼稚的小朋友 那我就變成說 trick 就是要去玩弄人家 那如果不是拿 比如說蛋 然後去炸別人的門口 或是用那個衛生紙去 去丟那個樹上 去佈置人家的家 對 但是我們想有一點創意的 我們那一年我跟我 其他兩個朋友 我們就穿忍者的服裝 就從頭到尾就是忍者 無理一下日本 然後 我記得 我記得我們開去那個社區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同學 他們也在那個trick or treat trick or treat 要那個糖果啊 也有一些小朋友 然後我們開一個全黑的車 好像一種特種部隊的 然後我們 撒在那個 那個家的前面 然後三個人就 然後這樣 跑過去那個家 投他們的南瓜 然後上車跑 超好玩 怎麼聽起來還好 還好嘛 對啊 很好玩啊 聽起來就是社區的破壞者 對啊 而且你穿那個東西 沒有人看得出來 那是誰 你不是很棒嗎 然後第二天又聊 Whatever 韓國的話其實沒有萬聖節 但是跟日本一樣 最近差不多 最近開始那個 年輕人都出去玩這樣子 嗯 然後出去玩的時候 大家都打扮得 就很 跟日本一樣就是鬼 或者是電影的主角之類的 然後 大家都去的有一個地方是 李泰院 對 李泰院 因為李泰院是 在韓國最多外國人的地方 美軍 美軍那裡嗎 對對 美軍在那邊 所以現在很多外國人就在李泰院 所以萬聖節這個不是美國的文化嘛 就是那個西方的文化 所以 大家都去這邊玩 但是 韓國的話都好像是年輕人的 節日的感覺 大家都 打扮鬼 然後就大家都一起喝酒 玩 這樣子 小時候在加拿大過萬聖節 真的很開心的原因 像現在台灣不是真的小朋友 都是要人家老師 白天上課的時候 老師帶他們去哪裡哪裡 什麼其他旁邊的公司啊 藥堂對不對 但後來我再長大一點之後 就變成我家的那一條街 就是我 我小時候長大的那一條街 有一家人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年突然開始 很用力的打 就是把他們的那個 布置啊 對 布置他們的家 就從那一年開始之後 我們整條街喔 那一條街被布置到一種很誇張 就在那邊較勁 就是 這個 連布置都較勁 就是 已經布置到上報紙的那一種 聽說家家戶戶要拚啊 對 真的要拚 而且如果說你這個社區 如果有一個不弄的話 對 還會被那個大家罵 對 像我們家就比較沒有弄 然後就會整條街這樣子 所以 就是你們那一家啊 對啊 這個照片是我們家旁邊 我的鄰居 好酷喔 可是它整條 我們整條街很長 然後還上過報紙 然後就會有人講 就是有網路上 或者是新聞上會講說 如果是在這個時間要去的話 要逛的話 可以逛哪裡哪裡的這一條街這樣子 好酷喔 然後這個是我們 就算不會布置 但我們就一定會坐在門口 像這是我媽 然後那時候我小孩才一歲多 然後就在那邊準備發糖給人家這樣子 對 所以我們就是整晚就坐在那邊發糖喔 那那個布置是會維持多久啊 而且你知道那個布置不只是 只是布置 還有人會把他們家裡真的開放給人家來 那個有一家是非常有名的 因為他還會請那種五六個那個演 真的是演員 然後就會在他家 然後還收票 收門票 然後讓大家進去逛 然後他的那個就是門票收到之後 他那些錢是會去捐出去之類的 但他們就會從 比如說31號才是萬聖節嘛 他們就大概差不多10月初 就開始在裝扮出來了 然後有一家裝扮出來 下一家就開始很緊張很緊張這樣子 而且每年都要不一樣這樣 聖誕節也是要吧 對 其實剛剛聽到那個Ruby講 我們那一區是用聖誕節的時候 在做裝扮 然後除了裝扮以外 當然還是要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傳統 比如說在謝忌生花圈去厄運 這個在美國的話大概應該都有 就叫Misseltoe嘛對不對 就是一個花圈 然後呢 你為什麼聽說在Misseltoe在那邊親吻的話會 對 感覺會被祝福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是他們這個聖誕節 那我就回到說 剛剛那個我們是整個是 整條街是在這個聖誕節的時候裝扮 但你很奇怪 只要有一家不裝扮 你都一定知道說 那一家應該就是台灣人 對 對 真的是這樣子 因為台灣人就好像說 這是老外的事情 美國的事情 那這台灣人是不是 林江街啦 沒有啦 對 這整條然後你就看到兩家 兩戶沒有 這兩戶就一定就是台灣人 因為他們覺得說 第一個浪費錢 第二個好像聖誕節跟我們比較 關我什麼事 對 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後來就跟小哥講一樣 我們只要有一年不打扮 他們這些人 這就是很熱心 一開始就會來按你電鈴 叮咚 不好意思啊 就是因為我們這個整個街廓 大家都做得很好 你們 他還很委婉的說 你們有什麼想法對你的布置 什麼想法 沒有想法 然後他就會不只一個 然後兩個三個來 到最後 逼得你也要開始在布置 然後我們想說人家 這個像他們的這個聖誕節 都是布置什麼馬槽啊 對 然後那個聖林啊 還有一些什麼的東西 他們想說我們要布置一點中國風的 然後又沒東西布置 所以我們只要把去年的那個 那個新年 中國新年的春聯拿來放 還有福字拿來放 全部都弄得那個大紅的 就沒想到 當年反而因為這樣 就布置成中國風 還有那個佛祖風 然後還得了第一名 哇 有創意 有創意 因為他沒看過這種東西 他說 這個這樣 這個我們在台灣 這樣 然後他們就很開心 像我們說這個聖誕節 我覺得義大利最鬼毛 因為我們有很多細節一定要做到 例如說每一年我們不是要做那個聖誕樹嗎 那一定是在12月23號做 然後在1月8號一定要拆掉 如果你不拆掉的話 對耶穌是不尊敬 然後我爸爸媽媽來台灣的時候 我帶他們去Sogo吃飯 好像4月份的時候 然後他們還在播那個聖誕的歌 還有甚至還有很多Decoration跟聖誕樹 我爸爸很嚴肅跟我說 這個Sogo的經理在哪 我說我不知道你要幹嘛 然後我跟他說 你絕對不要鬧好不好 他說因為我要跟他講 不可能3月還有一個聖誕樹 你知道我們對 對義大利的老人來說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還有另外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所謂的馬舊草 對不對 這個Nativity scene 而且我覺得義大利最棒的一件事 就是在很多地方 這個東西是用活人 就是真的是活著的 像比如說小禎姐是聖母瑪利亞 然後小梁哥是 來 旁邊的女子 經過的人 什麼經過的人 女子 你是馬 什麼馬 女子 還是女子 還是你演馬曹 馬曹粉 對 然後例如說小禎姐抱著Justin 然後Justin是耶穌之類的 所以真的很很棒 這個東西 而且你看到有很多很多虔誠的人 他們一整天 他們都坐著 或是說站著 他們動不動 因為他們就想要表示 他們對耶穌的尊敬 重頭戲來了 我們什麼時候要搭開禮物呢 因為你們台灣好像隨時都可以搭開 隔天就可以了 非常沒有禮貌的一件事 就算你是個小朋友 你很困難 你想要睡覺 一定要等到12月24號的12點 才可以拆開 為什麼呢 因為按照我們的傳統 耶穌就是12點出生 人家還沒有出生 你哪 你這麼好意思先拆開他的禮物 哇塞 對不對 很嚴格 很嚴格 不是應該都是等到21號 早上睡醒 早上起來 還要下去拆禮物不是嗎 沒有啦 小朋友抱抱期待 因為我們當天晚上11點半 一定要去彌撒 我們要去多禮拜 然後多禮拜唱很久 那個是一整天最久 最無聊的彌撒 所以很多朋友 現在在那邊睡個覺 回家之後呢 媽媽聖誕老公公 而且我還記得很清楚 我小時候 我們都會在家裡等聖誕老公公 正帶來我們家 會有人按那個門鈴 比如說那個小亮哥 馬曹本人 對 馬曹本人 曹大哥 曹大哥 你可能是我 我姑姑 或是我 可能是我阿公之類的 然後你會打扮成聖誕老公公 來找我 我是小朋友 我當然不知道 因為你是真的 我還記得我屋歲的時候呢 天晚上我特別特別的興奮 到前幾年我才發現 那個人是誰 因為我一直都以為 那個真的是真的 聖誕老公公 所以義大利我們不是百目 我們不是天真 但是真的是有很多小朋友 相信聖誕老公公 很好啊 有個不好想多嗎 美國應該就是說 24號晚上 所以為什麼說25號才 因為他想說24號晚上 聖誕老公公 凌晨的時候會想 對 才會放在桌下 而且一定要 一定要放一杯牛奶 跟Cookies在旁邊 所以聖誕老公公 才會這麼怕 沒有我們義大利的聖誕老公 他不喜歡喝奶 他喜歡喝酒 所以我們就幫葡萄酒 跟朋友 aesthetics 會合喔 這一個好玩的小傳統 是 日本的比較 不像那個義大利連 不像那麼浪漫 那就是我們日本人 就是那個聖誕節的時候 一定要做一件事 是肯成機器 對 謝謝下一位 等一下 等一下 這是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樣 我吃麥當勞怎麼了 我跟你講喔 日本跟他去多誇張 你知道嗎 因為那個成長節是十二月二十四號五號 這個兩天嘛 沒意外的話 沒意外 你真的很難聊耶 但是我們要吃堅打雞的話 大概十一月就開始 因為特價嘛 不是不是不是 是不是 怎樣啊 因為 因為我們日本人不會吃那個火雞 不會吃火雞 所以我一定要吃堅打雞 火雞明明就是感恩節耶 兩個不同的 他剛剛就說到這邊牌子拿出來就好了嘛 一定要把故事講好了 把故事講好了 不是啦 感恩節耶 我好不容易回來可以講故事 為什麼一直這樣耶 故事不好啊 好…主要的是 主要的是我那個時候在打工嘛 你知道現在又有兩個是 一個是可以就是已經訂好位 那就是訂好東西就是可以拿 還是要排隊一個小時 然後還有一個限量版的 就是那個 早上排隊 為了大雞早上六點都在排隊 天啊 然後呢 結論就是 日本人聖誕節吃 日本人聖誕的雞 啊不要問 你會怕 這位 我 我要分享那個 西班牙的聖誕節 我們是會吃一類似甜甜圈的東西 但是我要先講 西班牙的聖誕節 就不是12月24跟25 是1月5號跟6號 就是在西班牙 他們有自己的聖誕節 然後他們叫做 然後1月5號就是平安夜 然後那天晚上呢 路上就會有那個遊行 就有聖經人物的遊行 然後就是會發糖果這樣子 然後1月5號晚上的時候 家長就要把那個禮物 就是把禮物偷偷的放在床頭 然後1月6號小朋友才可以拆禮物 然後1月6號呢 就是會有像這樣子的遊行 對 然後1月6號呢 我就會吃有一個 它其實是麵包 但是因為它做成圓形的 有點像甜甜圈 它就這樣很大一個 就很大一個很像蛋糕 然後呢 就是大家買回去以後 全家人就是分著吃 然後呢 裡面會包小小的玩偶 就是每一顆裡面 只會有一個玩偶 那如果你吃到那一塊裡面 有那個玩偶的話 就要送醫院 沒有沒有 就代表你今年都會很幸運這樣子 對啊 就像我們那個水餃 水餃包錢一樣啊 咬到一邊 幸運餅乾的感覺 下次的聖誕節很特別 是 因為 白米加葡萄乾 對 因為我們的聖誕節 跟座外的聖誕節完全不一樣 我們的聖誕節是1月7號 然後對我的四人來講 聖誕節是百分之百的 宗教的節日 所以我們沒有像過外一樣快樂 我們是很嚴肅的一個節日 就是東正教的傳統是 每一個人有教父跟教母 然後比如說我 我有一個教父跟一個教母 我要給他們煮白飯加葡萄乾 然後我要帶這個一百萬 就是一個一個萬 去他們家拜訪 然後他們要跟我送禮物 這樣子我才會收禮物 但是沒有過外一樣 就是小孩收禮 東正教很傳統耶 是最早最早的 對這個是最早的 然後我覺得有天 基督教啊 其他的 就是從他來的 美國 聖誕小精靈 對 這叫做 對 最近這幾年才開始變得一個很流行 然後每家有小朋友 就一定要有一個小精靈 對 然後這個是因為你知道 之前你那個聖誕老公公 你就小朋友要很乖 不然那個聖誕老公 不會給你禮物對不對 但是 因為他們看不到他 所以有時候也會忘記啊什麼 但是他們說 好 聖誕老公公的小幫手 這個精靈 他來到我們家看你們 他就會跟小朋友這樣講 然後他真的 你可以買一個小的精靈 然後放在你那個桌子上啊 或是什麼 然後每天晚上 就可以放在不同的椅子 不同的位置 然後就會跟他說 你做什麼不好的事情 他就會跟那個聖誕老公公講 然後你做好的事情 他就會講 那比如說 如果今天 哥哥對妹妹很好 就是做一些很很好的事情 那那個媽媽會寫在一個 晚上的時候 會寫那個封信裡面 就是他今天做什麼都很棒啊 什麼的 然後再把那個精靈移到另外一個位置 那小朋友很期待 起床看到這個精靈有移動 然後看到這邊又說 Oh Little Timmy 我看你昨天對妹妹很好 這個很棒 我會跟聖誕老公公講 哇 小朋友真的不會被嚇到嗎 對 他自己移動了耶 對因為我小時候如果起來 然後發現那個玩具移動 我真的覺得很恐怖耶 真的會嚇死 所以你要先講好啊 你要先講的這個是 這個不是鬼的東西啦 這個是那個精靈小幫手 我們是覺得滿有趣 但是你要不要回頭看一下 大家的表情好像很無聊 你不覺得很棒嗎 尤其是你旁邊的那一位 肯德基先生 他 他人就長得這樣耶 我們法國的聖誕節 感覺法國聖誕點浪漫耶 對啊應該不錯 啊 太四足了吧 這跟肯德基有什麼差別啊 好奇怪 我還... 因為我們法國聖誕節是像西班牙 那義大利都是這樣很浪漫 然後是像24號的時候 12點小朋友要開 他們的玩具什麼的禮物 但是現在因為有網路 所以我們現在法國 12月25號在網路上 你可以賣好便宜的玩具 好便宜的禮物 因為有很多人他們不喜歡的禮物 馬上 25號的時候 就是放Ebay 放這樣的 直接轉手 賣掉就對了 比如說阿姨送的醜毛衣有沒有 立刻送出去 就是要弄出去 對啊 所以馬上可以賣得很好 很便宜的 我以前去加拿大之前 我們是先去哥斯大利家住三年 所以那時候 我記得那個 在他們的Downtown 他們的Downtown 叫San Jose 然後我們正好住在那邊 然後每次到了12月的時候 就會有特別幾天是那種 就很像那種整條忠孝東路有沒有 就主要的那一條路 它就會 車子都不能過去 然後大家就會到了某一個時間 就開始像遊行一樣 就開始這樣一路這樣一直走 不管你走在馬路上 還是你站在路邊 每個人手上都有那種 而且那種紙花是 你要先去店裡面買 它就是一大包的那種小紙花 問題就是因為 他們那邊不會下雪 所以他們那個就是 要製造那種聖誕節的氣氛 所以 灑紙花就好像是那種 雪花在飄的感覺 雪花 但是通常這樣的感覺是 你這樣走在路上 你會覺得 哇 剛開始看起來就很漂亮對不對 可是你走一走走一走 突然之間就會被人家 直接那種紙花灑得很用力這樣子 就灑在你的臉上這樣 然後灑得用力就是因為 不一定 紙花可能是土丁 哇塞 然後有些那種年輕人 就會趁那個時候 就是特別去 心儀的對象 對 心儀的對象去灑他 那當然我相信 心儀的對象才不會灑得那麼用力 通常去灑那種路人這樣 後來真的太多人 因為這樣子就是受傷 或進醫院什麼的 所以就是政府有 有得到很多的那種迷惑 所以後來這個 在2007年那種灑紙節的這個 這個儀式就沒了 好想沒有 就被禁止掉了 對 好可惜 玩過頭了 亞洲國家裡面 只有兩個國家聖誕節休息 就放假 是比利品跟我們韓國 這樣子 對 但是我們韓國沒有 什麼特別的活動 就是台灣有什麼聖誕節聚場 大場或者是什麼 跟家人一起過這樣子嘛 但是韓國的話 都是 情人節一樣 聖誕節就是情人節 對 就是大家都 跟情侶一起出去約會 或者是男生 或者是單身的男生 或者是女生都出來 找就另外一半 這樣 所以大家都在外面 練習的感覺 聯繫的感覺 聯繫的感覺 聯繫 對 所以台灣也有點像這樣子 對 通常在台灣你聽到那個 很多人就會講說 我聖誕節啊 我單身 沒有人陪 我最討厭的 所以每個餐廳都 加個客不兩倍這樣子 對 跟台灣的情人節很像 而且沒有固定 一定有固定的套餐 情人套餐 所以不能點餐 一定要吃那個套餐這樣 不能點別的 只能點餐 一定要吃那個套餐 廚房好處理 這個美國 如果有女朋友這樣邀請你 聖誕節約會 就是要結婚的儀式 蛤 對啊 要看家人 這麼嚴重 就是要像過年代家人 就回家的 對 哇賽 我是覺得 就是我們日本 跟韓國台灣有一點像 但是 女生的要求真的很奇怪 怎麼樣 一定要外數翻點 你確定是女生的要求 還是你本人的要求 沒有啦 在一起 這不是你畢生的夢想嗎 我跟你講 還沒在一起 我要告白的話 我就感覺這個女生OK喔 那時候我會要求說 我們聖誕節 有沒有一起過 就可以 但是交往之後 每天就是聖誕節嘛 都一樣嘛 所以不需要特別過 而且她講的沒有錯 很會講耶 本來就這樣啊 所以有誰在現場聽是不是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就想說就是 為什麼呢 就是她講的沒錯 像日本的餐廳 譬如說八百塊的東西 那一天就是 有些地方快三倍的價錢耶 那只是多了蛋糕 一個小小的前菜 做這樣子三倍的價錢 然後飯店也是喔 飯店也是三倍的價錢 沒有 1.5塊一倍 然後就是譬如說 這麼精準 因為我常常聽 OKOK 然後我覺得 而且是日本的女生 特別要求 通常是不怎麼樣喔 通常是去哪裡都玩都無所謂 那就是在家裡煮飯 我覺得很好啊 但是日本的女生 特別要求生誕節 而且是二十十號的晚上 一定要煮外面 而且是五星期房間 但我覺得比較好 在韓國啊 這個日誌就是 全國家都是很親住的一個日誌啦 跨年 但是我們國家一個變成災難 災難 因為 有一點像台灣的跨年一樣 台灣跨年不是你們去那個101 市政府 對 我們是有一個 首爾有一個中心 關化門礦長附近 那個附近 我們那個補星隔 我們有一個鐘 補星隔鐘 我們打鐘 對 我們新年的時候 我們重統也出來 然後那邊大家一起打鐘 這樣子 超鐘 對 然後那邊附近超級多人 就是全部都過去看那個 超鐘的 是 然後我呢 就是我很久以前啦 我很久以前就是 就是在韓國就開車去 然後就我一開始開車去的時候 我朋友跟我說 秉秀不要去開車去 對 因為那邊 超多人 如果你就 本來是那個 薄星隔這邊 跟到我家 八個小時就到 然後他說 你等一下回來家的時候 你可能是 幾個小時這樣 沒錯 像我們101 我們也不可能開車 對 就可能 大家要走的啊 可是 上凌晨大概五點才會到家 真的 可是重點是 可是重點是 因為那時候就是捷運 沒有什麼 韓國的話地鐵 地鐵跟那個計程車都是 都有 但是人太多啊 很多人都過去啊 這個是我去那個 看補星隔的照片 是這麼多人 但是我們那時候 很常跟人家吵架 因為就是人太擠 所以如果是後面的人 就是不小心碰到前 擠到你 不小心碰到前面 我擠到別人 他們就很敏感 因為太熱嘛 然後就是 因為他們個性很急 很容易跟人家吵架 真的會耶 不是韓國人最容易 就是碰到人家嗎 對 就說要上高鐵什麼的 對 對 對 就是我們不是 不是真的故意碰到人家 因為人太多嘛 就是 不小心碰到人家 但是 韓國人個性沒那麼好 所以是他都發脾氣啦 就很生氣 可以接受 所以就是 我那時候就是 在去那邊開車過去 30分鐘就到 然後等一下那個解說 會回來家裡 四個小時 對啊 因為真的是車不動 一直上車不動的 跨年是不可能開車出門的 對 我覺得全世界應該都一樣吧 沒錯 而且跨年也是很容易 樂極生悲的 超危險的 真的 其實因為瑞典最危險的 也是跨年 但是因為我們的危險是在 因為在瑞典我們都是 比較少有這種煙火的表演 我們都是自己去買 然後不是像台灣買那種就是小隻蛋 然後在那種就是小朋友 我們也是像美國那種 很大型的那種 對 所以很多人就是會 比如說受傷啊 就是會有很多的這種危險性嘛 那我自己也有影響很深刻 我小時候也是 大概也是六歲吧 然後那時候我爸就是 他有去買煙火 然後他就 就其中一個人是買了一個很大的這種 火箭的就是到他這邊 很大的就是那種 這麼粗的就是 他的那個木頭 就這麼粗的很大的那種 好危險喔 然後那個口也是很大的那種口 然後呢 我爸爸就是 他很幼稚啊 他就是就像一個小朋友很興奮 他一直都想要放 我們吃完飯 一直在那邊等12點 對 現在他還在什麼 10點那種啊 他說一直都等不及了 他說現在要馬上就去放 要點那個火箭 但是因為他也不想就是下去啊 他就覺得去陽台好了 喔 然後他就去陽台 然後就是在那邊 然後就是拿了這個 這麼大的那種嘛 然後就是拿在那邊 然後開始點火了 然後就 然後他開始 然後因為他就是緊張 因為整個那個 他不放手 所以他一直就是 好可怕喔 然後突然就 砰 然後整個陽台都亮起來了 然後 玻璃都睡了 喔 玻璃都睡了 然後就 他這樣子就是 但是他後面整個手跟臉 都是有 有稍微受傷 沒有重要的需要去醫院 但是就是有受傷 整個黑黑的 然後就是有受傷 然後那個玻璃就睡了 什麼的 好可怕喔 為什麼他親戚受傷 他講的眉飛色舞 對啊好像有點開心 好像怪怪的 你剛剛那邊 為什麼有一點開心 像美國炸火機 你們是炸爸爸 對啊 對啊 好恐怖喔 我也知道我的個性 是從哪裡來的 對啊 美國的國慶 國慶節也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就是也有買一些那個 煙火有沒有 煙火 那我還記得小時候 我會跟我弟弟一起玩 拿一些煙火 然後一直射自己 譬如說 他還要坐在這個椅子下面 然後我就是坐在這個桌子下面 那故意要射別人這樣子 對 有一次沒射到 真的沒射到頭髮 然後後來 掃到我頭髮 所以現在就是沒有頭髮的原因 就是 沒有沒有 但是真的是被搭到好幾次啊 你各國的節慶當中 還有沒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傳統特殊習俗呢 有嗎 美國啊 美國其實像剛剛講的那個新年的時候 一定要親你這個最近的人 對不對 就是說5 4 3 2 1 然後就 就要親下去 可是那個是真心的嗎 就是你可以找一個曖昧的女生 其實可以 所以很多人那個時候都會利用一些 如果我 比如說我跟Ruby很喜歡 在那個倒數學生那邊11分50 11點50分的時候 我就要慢慢蹭到他旁邊去 對 然後如果還有很多人喜歡他 還要把那年都這樣擋開 架開 架開 架開以後你才有機會說 倒數的時候才會親得到 所以有一點如果 如果你是比較不好 或是你的卡位比較好的話 像我就被人家擠到外面去了 那年在學校 就被人家擠到外面去 然後一轉過頭來 是我60歲的一個女教授老師 親了 親了吧 那還是要 然後她就說come on 然後我就 她還說come on 對 我等很久 因為是一個傳統嘛 所以我們也只好親下去 所以當年的運氣就非常差了 所以 真的是要跟當年喜歡的人的時候 能夠在這個倒數的時候 就能夠幸運一整年 這是沒有一個傳統 那如果你是 站在你旁邊是一個男生呢 男生也要親啊 也要親下去 而且你知道被親的人啊 就是不能生氣 對 就親了不能生氣 就幹嘛要生氣 你為什麼親我不行 就一定要 如果我們兩個站在旁邊 我寧願睡 不會 先不要 先不要 因為我跟倒數都久了 像我們日本啊 就是說最重要的是 跨年的時候要吃 又是肯德基 肯德基 一萬 又肯德基 你過來嘴巴含著他 浩涼嗎 我怕我的故事太短了 怎麼樣 你要念完多少標題嗎 吃肯德基嘛 然後送媽媽康乃馨嘛 然後咧 然後咧 他們就是要你故事短 不是 吃肯德基是不是 吃肯德基是那個 12月25號快年底嘛對不對 剛好吃完之後 是不是有日本的過年 日本的新年對不對 你好 吃麥當勞 對不是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我們 日本的traditional 很傳統的一個細事 哇 不是啦 雙烏 雙烏 好啦不是啦 不是吃牛丼 我們要那個快12點的時候 要吃那個蕎麥麵 然後主要的是跟長輩一起吃 不是我們自己年輕人一起吃喔 長輩啊 我的那個媽媽就是大家一起吃 年輕人也有長輩啊 是啊 你很難了耶 不是啦 就是要一起吃 就是那個叔叔啊 那個外公啊 這個長壽的意思 然後吃完一遍看那個 那個各上比賽 紅白 紅白 對 紅白對抗 然後討論 比如說2018年過得怎麼樣 那2019年是好好加油之類的 然後看完這個 去成功拜拜 對 叫做初詣 OK 然後接下來看日出 OK 其實這你四年前就說過了 不了啊 不了啊 怎麼樣 你要去出外景 你要出外景 他錢包沒有帶走 對啊 而且你現在走了沒辦法領酬勞 原來是這樣 OK 我要講一下我們西班牙跨年的時候 它很特別是 因為我們每個地方都會有一個很大的廣場 然後跨年當天呢 我們全部的人都要聚集到那個廣場 然後一過12點呢 鐘就會敲12下 然後這時候我們要開始吃葡萄 就是每敲一下你就要塞一顆葡萄 然後要連續吃完 很快耶 對 要非常快 然後我那時候第一年去 我就不知道去買葡萄 所以我還想說 我要買那個大顆比較甜的 根本來不及耶 吃了兩顆差不多 後面啪啪啪啪就敲完了 結果後來真的很衰 我後來手機就被偷了 就覺得好衰 好特別的習俗 吞葡萄耶 好怪喔 吞葡萄耶 這個要小心 俄羅斯也有跨年的習俗 是 就是 倒數要把願望寫在紙上 金香檳 然後倒數完 把這個香檳喝完 表示明年的 就是新年的 可是你那個紙跟油墨放在香檳裡面 你不是寫一唱歌嗎 我們台灣是先把紙燒完了以後 再放到水裡面 對 因為你寫的時候 你又不會寫很長啊 你就是可能心裡面 最希望的一件事情 就這麼小 就可能小小的一個 OK OK 這跟加拿大一樣 就是還蠻像的 我們從小 在學校的時候 老師就會教你說 快要到了就是一年的最後一天 31號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來讀 New Year's Resolution 對不對 到現在其實大家都還是會這樣講 對 然後就會叫我們要把它寫下來 然後寫下來之後 就要把它埋起來 或什麼之類 或老師收起來 然後等到隔年的時候 他們再把它拿出來 就是一定要隔了一年之後 因為你在裡面寫的東西 你要來看看說 你在這一年 新的一年過去之後 你有沒有做到 喔 酷 對啊 所以我就記得小時候就是 但是沒有香檳很 因為小朋友 小朋友 沒有香檳啊 沒有喝那麼早 酒不要喝那麼早 為什麼我聽說 在老師要倒數之前 一定要聽總統講完 對 對 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我不知道 有這個傳統已經好多年 就是有電視出來才有 就這麼久 一般來講 我們11點50分 要開電視 不管你在哪裡 不管你是在做什麼 你一定要開電視 聽 講統演講 如果沒有看電視 會有人在外面敲門 提醒你說 我們現在在注意你 沒有看電視嗎 沒有啊 也太恐怖了吧 沒有啊 不是這樣子 就是因為每一個人 就是他們還是希望 有這樣子的傳統 有這樣子的系數 然後這個五分鐘 他演講的時候 在這個五分鐘之內 你要把你的這個 許願就是想好 或是寫在字上 然後就是丟這個 換句話說 沒有在聽他的演講 就對了 你也是在聽 但是他算是給你有這個 五分鐘的時間 但你現在在台灣 你怎麼聽 我上YouTube 網路啊 YouTube 直播 我這兩年在台灣 跨年的時候 我一定要等到 俄羅斯11點55分 而且俄羅斯 比台灣晚 五個小時 晚 所以你等於在台灣 已經倒數完之後 就林肯五點要等 一直在等 我在等俄羅斯 對 在等摩斯科的時間 因為我不是要看 俄羅斯總統的演講 我還要聽那個 紅唱的那個 那個 什麼 教聲 中聲 教堂的中聲 應該應該是早吧 俄羅斯不台灣早 不是晚 他說晚五個小時 不好意思 早早 對 就台灣有的是晚 對 我們在消失 那個總統的演講的時候 我們也有 而且就是 避不開的一件事 因為所有的電視台 他們都在播這個 無聊到一個爆炸的演講 連播這個節目 對 而且他大概七分鐘 你知道我們總統多老嗎 他講一句話 比如說 我 好像法師 超無聊 所以大家都看 就是開著電視 以為 就是對我們國家的尊重 可是沒有人在聽 對 因為那時候大家應該都在派對 都在派對 應該很派對 很派對 很派對 不過我們義大利還有另外一個 蠻不錯的一個習俗 就是跨年男夜 一定要穿 紅色的內褲 為什麼 因為就是激勵 但是我覺得這個還好 就比較好玩的是 如果今天 我比如說 朋友在我家 我有資格 我有權力去檢查 他的內褲 是不是紅色 好 謝謝 男生你真的可以嗎 對啊 可以 可以 當然 很變態 如果他 什麼變態 就是朋友嘛 對不對 我跟你說 Ruby 如果你今天沒有穿紅色內褲 你會倒霉一整年 所以是我在關心你 脫了吧 我才要檢查你的紅 偷脫他的褲子 我不能跟你檢查 因為我沒穿 Yeah Happy New Year 那如果沒有穿紅的會怎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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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說沒有穿紅的還是沒有穿內褲 如果沒穿紅的會怎樣 要回家去換 其實我大學的時候 有一個很大的Party 然後有24個朋友 我們檢查檢查 檢查來檢查去 然後終於抓到一個沒有穿紅色 他是 因為他忘了 他穿灰色的內褲 然後他說 你要先回家 會不會他本來是紅的 後來被人家用肥皂 修肥皂變灰 對 那是賈斯汀他媽媽的車 對 那個就是他媽的車 對 所以就是說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 意大利跨年 要嘛不穿內褲最好 最方便 要嘛就是要麻煩一點 要穿紅色的內褲 你什麼時候學壞了 就不要穿 就不會被人家亂扒開對不對 KIM 這樣聽起來 就意大利跟俄羅斯很像北韓 北韓 北韓 真的一樣 你是不是很想去意大利 檢查內褲 沒有 就感覺 然後韓國的過年都要跟台灣很像 台灣不是發紅包嗎 對 韓國也是會發紅包 然後但是那個 發紅包的方式有點不一樣 是我們長輩在作者 然後對他磕頭 哦 然後磕頭的時候一定要跟他說 希望你這一年得到很多幸運 啊 我知道那個 你們很多綜藝節目的新年 他們都會行大禮對不對 對 行大禮 然後就這樣講完那個 長輩再跟我們說 好你這年過得應該很好 你這年應該很健康之類的 然後再給我們零錢 但是一定要做一次 好 因為做兩次的話 做兩次磕頭是已經過世的人 哦 對我們拜拜的時候 對祖先 或者對我們 什麼已經過世的奶奶 或者是爺爺 對他們做兩次磕頭 所以 我小時候就 因為想要 如果做兩次磕頭的話 可以多拿 紅包 紅包嘛 所以我小時候就對他們兩次 然後就馬上被罵 然後就爸爸說 你瘋了之類的 然後就後來就知道 一定要做一次才對的 OK 了解 有這個習俗跟步驟 那你們還要去什麼 還有我們 台灣很像那個 放風陣嗎 放風 天燈嗎 天燈 很像天燈那種的 但是我們是 我們在韓國的時候 放飛 然後這樣子 我們在過年 就早上出去 然後就在外面這樣 就放風 對 有一個 對對對 有線的是風箏 風箏 那個紙上面我們寫二 或者送二 這樣子 然後就 這樣放風的時候 他在最上面的時候 我們那個先剪掉 剪掉 把二韻 二韻就離開了 對 蠻香甜 那我們上面寫兩二曲 然後 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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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復活節呢 復活節也是我們 義大利發明的 對不對 因為復活是誰復活呢 就是耶穌 對不對 那我們要 通常我們是拿一顆蛋 但是把它 裝成巧克力蛋 為什麼呢 因為義大利人最怕蛋的腥味 所以我們不太敢吃生蛋 那我們就代替一個巧克力蛋 這樣子小朋友很喜歡吃 其實 鼎鼎大名的劍打 那個東西也是來自於義大利的這個 一個復活節的傳統 然後有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習俗 我們在家裡 要先拿一顆蛋 蒸好 帶著殼 蒸好 然後帶去教堂裡面 給我們的神父 祝福 然後我們要染色 通常我們是用紅色染著一顆蛋 然後帶回家 吃 就代表我們今年 跟耶穌一樣有一個重生的概念 那我們就會 就會幸福健康 好棒喔 我們的復活節是一定要吃那個 火雞 復活節嗎 不是吧 不是感恩節 復活節是吃沒有吧 其實我們復活節 吃蛋 也是彩蛋 看看有沒有覺得台灣 其實復活節還沒有那麼盛行 沒有在過來 所以你們是一定要這個 一定要把蛋拿到 彌撒祝福 教會教堂裡面 然後放在神桌上面 然後那個神父會說 祝福祝你 祝福祝你 謝謝你 然後把這顆蛋帶回家 終於可以吃 所以每個人都會去教堂裡面 每一個人 所以當天教堂全部 彩色繽紛的蛋 的蛋 OK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只要動動手指 就可以給我們很大的鼓勵喔 記得要按下鈴鐺 讓你收看最新的影片喔 如果還看不過癮的話 記得去點選這邊影片喔